在闪电中车辆左前方远处就看到黑压压的龙卷风一路横扫 正当龙卷风把建筑物都吹飞时 这一群追风客薄命冒险追着龙卷风跑 沿路看到连接车被吹倒 卡车司机爬着逃命 到处都是雷电交加 这一夜经过美国气象局 最新统计有多达50个龙卷风 而且光是在肯塔基州一个州 就有5个龙卷风同时席卷 在地面停留的时间也破纪录 肯塔基州遍地是灾区 州长夫妻出面 原本想要安抚民心 结果都忍不住哭了 死亡人数再上修 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在记者会上 搅到罹难者包含小婴儿 忍不住鼻酸 目前还有多达上百人失联 至少26500户 无电可用 而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耶旦节了 灾民注定要在一片废墟中度过 这看起来像是垃圾堆的地方 其实是民众仅存的家当 踏入客厅放眼望去都变废墟 这位平时独居的73岁老妇人 毕生心血全部归零 回想起龙卷风清洗那一晚 他是躲在浴室里才逃过一劫 几乎每一户都是灾民 等不及政府协助 只能自立救济 有人很乐观 还活着就算幸运 他带着记者重回家园 而回想起那一夜 很多人都说 根本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有人吓到打电话 跟妈妈交代一言 对重灾区肯塔基州的灾民来说 龙卷风其实并不稀奇 但是威力这么大 又这么密集的龙卷风 真的是第一次经历 更别说当地还有不少外来移民 一辈子都没经历过龙卷风 吓都吓死了 这位来自瓜地马拉的移民妈妈 一个人要雇六个孩子 家又被龙卷风吹垮 欲哭无泪 实际上当地的移民族群 人数并不少 很多人都是头一次经历 当时根本不知道要疏散 现在还处在灾后震撼当中 再加上语言不通 难以申请补助 拜登宣布肯塔基州为重大紧急灾难 也计划在美国时间15号前往刊灾 亲自请听灾民心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